竞技游戏 竞技游戏,一直都以快节奏激烈的PVP对抗而在近几年来被大家所熟知,与此同时有些玩家年龄小,打游戏坑一些,在如今的玩家看来,竟然是很平常的一件事。 但是现在又有部分人将矛头对准了女性,在许多玩家眼里,女大学生是成为了一个比小学生还要菜的游戏群体,在电竞圈似乎对女性一直有歧视,认为女性不适合打游戏。 今天暗昧就和大家来了解电竞圈第一女神,Ms.袁敏涵亦盈,她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向示人证明女生也可以打好电竞。 Ms.这个ID,象征着坚持,执着,永不服输,从魔兽争霸三开始,被恨之为闯入魔兽的小精灵,加上她本人长相性感,声音甜美。 在电竞圈人气一直居高不下,2016年虎牙一个亿的天佳幸运Ms.这个价格不仅是电竞圈顶席,更值比娱乐圈,一线明星。 Ms.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广州WCG魔兽女子冠军,DIVINA中国女郎赛冠军,Stars Wall其中国第一位最佳选手,等众多重烈级奖项。 转型主播之后,Ms.凭借超高的职业经济素质,极具标志的主持风格受到高度关注,迅速打造了年入数千万的超级个人品牌。 2015年11月,Ms.在英雄联盟颁奖典礼,上获得2015英雄联盟最受欢迎解说,Ms.还为日记数千万粉丝追,捧。 现在每一期的全网,点击数量,稳定,在500到600万,而总点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数亿次。 Ms.的表现无愧于其顶级身价,以及电竞第一女神,电竞女王称号。 因为这样的表现也是拥有一大批粉丝,更是由脑残粉为Ms.自残,将其名字刻在自己胳膊上。 但是,或许因为韩义莹的名字太过复杂,实在疼痛难忍。 最后刻了个Ms.和韩曹曹两世,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脑残粉? 转型主播之后的Ms.也参加了不少综艺,比如大火的吐槽大火。 第二季也由Ms.的身影,主持人张少刚一开场,就介绍Ms.是点心发冰冰。 对于这个称呼,Ms.表示,你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?我能够成为电竞主播,完全是靠实力。 至于长得好看,那刚好是个意外,你说巧不巧。 那期节目主卡是国族队长冯霄婷,Ms.都折道,做节目之前我专门研究了一下冯霄婷,她的位置是中场后位。 对,我就分析了一下,体育是互通的吗?她这个位置就相当于英雄联盟的防御塔。 不过问题是,她是个很好说话的防御塔。 敌人一过来推,她立马就答应了,获得今天这样的成绩。 除了努力,天赋真的也很重要。 Ms.从小就喜欢玩游戏,一直处于同龄人的领先水平。 不过一路走来也不是一帆风顺,但,Ms.也做过月薪一千二百块的工作,销了房,除只能维持基本生活。 而现在有人计算她年薪已经超过四五千万,如今作为无人不知,无人不孝的渐进第一女神。 自然肥闻也是少不了的。 微曾经的队长若峰被吐槽苦追Ms.多年,很多人也认为他们两个是狼才女貌的一对。 若峰也曾多次在直播中提起Ms.趁很欣赏Ms. 甚至网友发现她们十六年双台的时候,爱迪是情侣名。 最搞笑的是,六一百童节,若峰给Ms.发了6100的红包,结果Ms.错过了领取,红包被退了回去,也可能是传得久了。 网友主观印象就认定若峰喜欢Ms.连口号都有,秀貌若峰总撑狗,爱着Ms.不开口。 但是近日若峰公布了恋情,女朋友却不是Ms.不禁让人唏嘘不已。 其息时,若峰还包下上海外摊大瓶,送上象征一生仪式的三点四克拉,与二钻戒向女友求婚成功。 Ms.一就送上了祝福,祝二人白头偕老,早生归子。 尽管飞鸿男友求婚,新娘不是自己,但人没计数应,身家过亿的Ms.大小姐根本就不愁嫁。 女人靠自己缘比靠任何人都要踏实。 祝福努力上亲的Ms.小姐姐,早日收获幸福。 小姐,早日收获幸福。 小姐,早日收获幸福的上前所推荐是否败子的안�岳他身亡会 doğré BBJB,